大家好,我是五仔 又跟大家說一些娛樂圈的事件 這個大新聞,中港台三地 大S和她的老公汪小菲離婚 離婚會牽連很多東西 又被傳媒找回舊屎 舊屎不臭也不拿出來 今天會說說她們的情史 又會說說黑歷史 有人說踢爆汪小菲不知情 說被離婚 但是大S很狠 一早就好像早有預謀 在微博上刪除她夫妻的合照 女人狠起來就不是跟你說笑 當然有些網民說 會不會是搞大龍鳳豬來身家轉移 看起來就不像 原因是她夫妻的性格不合 大S嫁給她之前 也有四個男朋友 那四個 有三個都是廣衛人熟識 也是很有名氣的 為何跟這個人相識五十天 就說結婚呢 當然我覺得 當然是豪門有錢 甚至說到她姐妹 因為她本身在混合汪小菲 混合來混合去混合不來 就介紹給大S 我們今天會慢慢說她的情史 如果大家喜歡這些八卦的東西 請Like、Subscribe 給支持一下我們 給個Like 我們會繼續找這些八卦的東西給大家聽一下 好了 說她夫妻有什麼性格不合呢 其實也挺多的 真的挺多的 譬如 大S本身的人 原來是很深歸的 她是宅女 她是不出街的人 她是不喜歡去應酬 她是很毒的 其實她老公 也覺得因為大S這麼不喜歡出門 感到困擾 她不能夠理解 為何這麼喜歡 這麼窄在家裡 大S的妹妹 小S曾經說 她經常聽到姐夫 說姐姐 出街多點曬太陽 不要經常在家裡 小S就說 有一次在聚會裡 曝光小菲不希望 太早就跟老婆回家 對準備回家的大S就說 哎呀你何必這麼心急 剛剛才坐下 先聊聊天 令大S就只好作勢 說自己回家也可以 由此可見 兩個人閃婚之後 性格不合的問題是浮現 更加有一段磨合期 另外 第二就是單方面的意願太多了 原來大S除了心龜之外 她還是想著不想有傳統的婚禮 不想去海邊舉行婚禮 但是她的奶奶 現在就知道了 昨天說婆婆 原來就是奶奶 又叫做張蘭 堅持要名門正取 所以舉行大型婚禮 而汪小菲也稱海邊婚禮 是一直以來夢想 結果大S無奈接受 2011年3月22日 在三亞舉行大婚禮 還有 大S一早就說 是一向不喜歡 任何人跟她高調慶祝生日 她討厭吹蠟燭 吃生日蛋糕 令她記得自己的年齡 這個我相當明白 我也不喜歡 我不喜歡的原因就是 我不覺得生日那天有什麼厲害 我反而生日那天 我會恭喜我老母老爸 以前也會恭喜我爺爺媽 因為我大兒子 因為我到來你們的身份就有改變 但對我來說這一天 我認為是沒有意義的 但是汪小菲就不明白老婆 認為老婆是口是心非 結婚之後 曾經私自 自以為是 為她搞大的秘密生日派對 大S事後描述 當時只能無奈接受老公的安排 女方想低調 偏偏多年過去 南方仍然不明白 忍不住 經常大肆慶祝老婆的生日 去年汪小菲不在台灣 與大S分隔兩地 她在微博發文祝賀大S生日快樂 她說今天我老婆過生日 雖然忍了一天都忍不住 她說生日快樂 整整十年了 雖然你不喜歡 因為十年我一定要說 生日快樂 當時不少網民爺餘他們 感覺大S發瘋了 亦有網民安慰汪小菲稱 畢竟十年很難得 相信善良的S者會原諒你 唉 她真的不明白 她真的不明白 沒辦法 我也不喜歡 我真的不喜歡 那些什麼 儀式的事情 即是結婚 生日 別搞 情人節 真的 沒有意思 我覺得是沒有意思 有些人覺得 但那天我全世界最厲害 當然有這些人 但對我來說 我每天都一樣 我想我跟大S比較 你不要給我 但希哥我照愛 哈哈哈哈 說笑而已 第三 他們說文化差異太大 大S曾經透露過 自己用Google去找資料給老公的時候 被後者否定 他說 你給我Google 我用百度 這樣 這個已經是很大的差異 幫他找資料 你幫我找那些資料 我看不到的 用百度 這樣 這些就是 中台的矛盾 另外在節目裡說過 兩個人曾經餵了一粒湯丸 是鹹還是甜 都爭辯了 爭辯了 老公說 在北京裡沒有人會喜歡吃鹹湯丸 大S就說 無論是鹹還是甜的都可以接受 看得出他老公的既定思想很嚴重 很入獄 生日一定要慶祝 一定要大餃 吃湯丸一定要吃鹹 不可以吃鹹 這些是固有的文化 大家就很不同 而且老公喜歡出街應酬 老婆就是不喜歡對別人 這樣不行 那為什麼這麼快要結婚呢 擺明就是 可能貪人有錢 那究竟是不是真的這麼有錢呢 找到一些 黑歷史 即是說 汪小菲究竟有什麼黑歷史 說到他家道中落 本身應該是很有錢 但後來 就好像被人頒了破產令 他媽媽 也多次喝醉之後 然後就失儀態 黑歷史就跟大家說一說 這個男人有什麼不好呢 傳媒都會刮他出來 首先 這個汪小菲 39歲 生於北京 15歲就在法國留學 之後就去到加拿大桂湖大學的酒店管理工讀MBA 接著就在2004年回北京 這個不算黑歷史 他媽媽叫張蘭 就是趙江南的始創人 2009年就用25億人民幣 有這個財富 首登叫胡潤餐飲富豪第三位 他真的很有錢 25億人民幣 身為富二代的汪小菲 其實過往 有傳出很多緋聞 和女星 當中比較出名的 包括星女郎 周星馳捧雄 叫張宇爾 有指 兩個人熱戀的時候 這個汪小菲 更為了幫助張宇爾 跳槽去華儀公司 盡心盡力 都是用她的人脈 她才可以轉到會 第二位的緋聞女郎 就是張子儀 都是中國一線的女明星 有指 兩個人曾經開訪 做SPA 但汪小菲在微博澄清 之後那位 就是大S的好姐妹 因為他們相識都是因為這個女人 就是叫做安兒軒 有指她暗戀了汪小菲很多年 無奈 所以這個汪小菲最後沒有被她釣到 這隻金龜她釣不到 再有一個叫性感無特兒 叫做女婉遊 女方指汪小菲是一個負心漢 那有沒有發生關係呢 如果沒有 怎麼會說她是負心呢 那當然發生了之後 得不到她想要的東西 一定要娶你的嗎 一定要埋你的單 那她就很快 但是僅僅用五十天就賣了大S的單 見過四次面就暴入婚姻了 有指汪小菲脾氣很火爆 大S承認跟她老公吵架的時候 是會扔筷子的 好啦扔了筷子 很嚴重 就說她也曾經喝醉的狀態之下 就說跟女主播做商人直播 真的喔 真的在網上有些截圖 之後就公開爆粗了 在這些直播裡面 引起網民的不滿 有名有姓 貴為人夫一樣走到別人的直播主 搞搞震 還有呢 她就在網上發文道歉 因為網上公審她 網上 汪小菲就說 這個女人我不認識 我只是喝多了就亂來而已 她不是第一次喝醉的 她曾經喝醉的 被人拍到她 就是擁抱陌生女子 態度也很曖昧 而大S的奶奶 就是小菲的老母 好了 張蘭呢 因為沒有遵守香港高等法院頒下的凍結資產令 亦都未遵從規定申報超過五十萬港元的資產 就被裁定藐視法庭 判刑一年 哇 坐過牢 她這裡沒有寫緩刑 她敢寫判刑一年 上年呢 就不斷傳出汪小菲破產 大S被爆 就賣了一間屋 舊老公 謠言呢 就是相當之熱烘烘 是不是因為這樣而離婚呢 空月來風就未必無因 為什麼會去年經常傳破產 今年就離婚呢 說到都相似的 又指汪小菲家道中落 大S就豪門夢碎 這樣 之後呢 就說到 大S 我們昨天都說過 生兒子的時候 差點死了 在鬼門關走一圈 對了 就是他們的情史 都相當詳細 再說一下 這對夫妻 是不是呢 我就不知道 但原來大S 結婚之前 都跟四個男人一起 三個都為人熟悉 第一任的男朋友 就是黑人 陳建舟 跟小豬很高的那個 他老婆 是不是犯犯呢 他說是第一任男朋友 兩個人在高中的時候已經相識 你很幸運 認識一個大S 應該有 在高中的時候 真的開心 七年了 拍拖了七年了 為什麼分手呢 沒有人知道 但是分手之後 仍然是好朋友 有 說到是puppy love 純潔的感情關係 你信不信 中學 高中 即是我們香港 中四、中五 認識了七年 純潔的puppy love 很純潔的感情關係 有多純潔啊 哈哈哈 唉 我相信黑人就幸福 幸福JJ 這些為止 接著 戴S的第二任男朋友 就是韓國歌手 叫做 巨進華 一點都不英俊的 這個人 不要以為韓國男歌手就是英俊 這個人的樣子 跟金剛 我是金剛啊 那個金剛很相似 但是金剛呢 是可愛一點 這個人的樣子 是賤格一點的 很賤格 為什麼這樣說呢 稍後你就知道了 有傳 大S主動出擊追求南方 這個人又光頭又流蘇 真的整個減光啊 這樣的樣子 邀請南方上他的主持 娛樂百分百 當年 但是 兩個人的戀情 更加成為韓國媒體的焦點 引發了巨進華的粉絲不滿 後來 就有媒體提到 和大S這段感情 第一時間就否認 甚至還拒絕再上大S的節目 就說有媒體問到大S這件事 大S直接是落淚哭 可見這段感情對大S就傷得很重 喂 你說沒有在一起 那女兒為什麼要哭呢 肯定有吃到吧 連她妹妹小S就直言 姐姐大S 和巨進華以後連朋友都做不回來 我告訴你 所以這個 是混蛋 肯定是混蛋 一定是 好了 再說 大S的第三任男朋友 這個帥哥 有些人覺得他的樣子有點怪 我也覺得他有點像金城堡 是男精龍 說兩個人合拍台劇 即是台灣劇集的時候認識 很快就在一起 戀情曝光之後 兩個人一度被認為是娛樂圈的模範情侶 人前人後都很甜蜜恩愛 有指男方為了女方都開始吃齋 可能大S也是有點罰怨 你看他又心歸又沒什麼儀式感 他跟我那麼像 都可能是那些參佛的人 那女方為了男方 就不拍 不再拍Kiss的戲 接吻戲 那外奸就以為他兩個可以結婚 誰知道這段感情維持四年結束 有傳這兩個人因為性格不合而分手 也有媒體說 男精龍在拍攝電影《戀人》的時候有藏氣 導致兩個人分手 更有人說是大S逼婚 因為他比較想要這個小朋友 甚至有傳大S的名氣 遠遠壓過男精龍 所以令到兩個人分手 你看到大S也生過兩件 應該他也是想要寶寶的 在後面那一宗可能是因為這個原因分手 大S的第四任男朋友就是兒子周如文 兩個人在流星花園結識 之後合作拍台劇《戰神》的時候 就由朋友就性格為情侶了 兒子 兒子被他飛了我也覺得不奇怪 兩個都很毒 原因就是這樣說 兩個人感情曝光之後 經常被人拍到在街上拍拖 吃飯 都甜蜜的 而周如文去拍戲 所以大S經常都會去探班 探這個男友班 可見這段感情都不錯 但是四年之後分手 原因就是傳得最多都是大S逼婚 但是周如文當時正值是事業的博殺期 就說不想結婚 同樣有傳兩個人分手是為了錢 因為南方賺錢的能力不及女方 而有壓力 不是呀 周如文也挺找到的 大陸也有劇 台灣也有劇 香港也有電影 《反貪風暴2》 古天樂 周如文也有份 是不是沒有錢呢 我覺得比較逼婚 因為又不是 但是兒子都結婚了 現在好像很難說 有時候兩個太獨 都不太會表達自己 你看到這麼多方面 有時候看大一時拍拖的照片 和他的性格 應該是很纏著另一半 究竟人家為何分手呢 就不知道 會不會是老公沙哩龍沖 因為他也有很多緋聞類友 張雨儀 又說直接幫人打官司 張芷怡那些又說一起SPA 又有些性感女巫 吃完人之後又沒有結婚 結婚的意思就是 沒有結婚 人家就不斷數她 而他們為何會相識呢 就是有一個叫做安以軒的女人 應該都是明星來的 看她的樣子 因為我真的不認識她們 就暗戀了她老公多年 最後得不到她的愛 就在她自己的生日會上面 竟然就 將這個 幫小菲 介紹給大S的形式 撮合了她們 到最後呢 曾經公開問大S 我不知道她們 當我是什麼位置 是紅樑 是情敵 還是伴娘 真的 徹底說 親口承認自己是暗戀 汪小菲多年 就得不到她老公的愛 真的 真的很八卦 我亦都說得相當詳盡 我猜應該都是性格不合的 除了是政治的環境之外 我相信她兩個都不太合 剛才說了三個原因 就是我老婆不喜歡的事情 她做完 她不明白 不合就很難在一起 始終 今天來到這裡 大家對這件事 應該了解更加深了 我也深得很緊要 無端端跟大家說了幾篇這些文章 今天時間來到這裡 下次再跟大家說說 拜拜